Hello大家好,我们今天用铁丝 给我们挖装一下骨架试试看就可以 哦,这个铁丝是铜丝 铜丝弄了一点点铜丝 但是虽然我再三提醒你们不要给15的挖装骨架 但是我自己手键忍不住尝试了一下 虽然它也是可以动的吧 但是它的心脂真的很硬 我的喵机从此以后就离不开衣服了 想要这样然后就决定还是拿我的喵机来试一下 那我们先给阴影们动一动 动动多少 动动要小 可以一个叉,它也提不了了 我们提不了了 我们摆个大字 好,然后我们就要脱衣服了 请各位妙记的亲妈们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它真的很硬 特别硬 特别特别硬 好的,它脱完了 它不是我的神妙记,不给你们看 首先我们先我是用的铜丝 这个大概它是挺粗的 这个东西 大家可以看看家里有没有 然后铜丝就不生瘦嘛 也就是用的铜丝 先两一下头到我们脚的距离 我们做一个中线 我刚刚用我爸爸帮我固定了一下 大家在家的话也可以让爸爸帮我固定一下 因为这个还需要点力气的力气不太够 然后我们再稍微修饰一下下 然后我们的脚差不多 用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按整段 然后再绕一个圈 就会把铜丝都把铜丝都打开 就是锁开 他们已经按着锁开 就是锁开 但是候鞋 不能乘 让我去装着锁开 其实很高 我们的头子大概是这样 往下一点点 然后我们准备手臂 手臂大概 这个强度是够的 好的 首先我们还是 把弯一个小圆 避免我们这个铁丝 其实很坚韧的部分接收到我们的布料 然后把我们的布料 就是突破就不太好 好的 首先我们还是 微笑 缔了 好像很膨讃 我一直都给你的布料 这个招牌 那是有机会说 是有机会 那是有机会 到底是类似的 i know you 我们大概固定到它 它这个东西不会动为止 也别管它 跳不跳呢 只要不动 然后我们的要求就达到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手臂的长度 手臂大概是很长 它可以简单一点点 然后再来 拦一下圈圈 我们这个骨架再把我们的头给弄个圈圈就差不多完成了 我们的骨架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的 应该放到里面是可以动的 因为它足够粗 然后我们就开始拆线 拆线因为它就是一个铁丝嘛 其实它拆线的时候 如果想保留我们的PP的话 就可以在PP上面开始拆线 但是因为我里面已经有一个骨架了 所以我还是就是开了口子要大一点 才能够把里面的那个骨架给拿出来 所以我们先来拆线 然后也是把它掰开 寻找一下线器 只能找到一根之后后面的线器就挺容易找到 这样应该开一个这么大小的头子的话 应该就可以把它放进去 但是如果觉得自己 技术比较好的话 就可以开大一点点 其实也就是方便一点 然后节省时间一点 因为我昨天是没办法 已经放了骨架了 但是把那个骨架拿出来 因为我印象实在是太硬了 硬到我想哭 差不多了 好 我们要把我们的骨架里拿出来 哇 我真的好残暴 我觉得我会遭受网络暴力 好残暴力吗 好 我们把骨架给拿出来了 它真的太粗了 粗 粗到我500点水 然后骨架拿出来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这个 但是其实我们就可以 塞一点棉花进去 把我们的底部啊 把手收的 因为那棉花 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骨架给塞进去 进去了 这个还是很轻松的 很轻松就可以弄进去 因为它就是一个铁丝 都还比弯 无线的弯 这还要很轻松就可以弄进去 大家检查一下 这个位置 差不多 差不多 C进去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再把鸟花给塞充进去 感觉这个喵C的体型好 就好像比普通的 瓦的身体要小一点点 但它头也特别大 头特别大 身体比正常的要小一点点 所以我就是 我就想给它多塞一点棉花 让它 嗯 胖一点点 这样子棉花尽量 塞得均匀一点 一次不要塞太多了 你塞太多了就塞不下去了 就慢慢塞 慢慢塞进去 尤其就是塞手脚这些地方的时候 可以拿一个工具 比如说家里的这种筷子呀 可以把它慢慢弄进去 然后 然后就是可以让我们的那个铁丝 被棉花包围着 然后我们这样就没有什么异物感 慢慢的塞 其实它这个手 手啊 它就可以动的 好 我有点 有一丝丝期待的对它 好 我们加快速度 快一点塞 我们加快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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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 我们加快速度 嗯 这么多了 都加快速度 我们加快速度 我们加快速度 可以 加快速度 有点 再次对比一下前面的 再一边调整一下 他的身体其实整体还是软软的很舒服的 我们放到皮皮这个位置的时候再多散一点点棉花进去 我们尽可能的就是皮肤这个位置的时候再鼓一点点 看看是封 资至年 mucho 抽去 单单来抽 好 然后扯紧之后呢 我们在这儿打个结 按住这个结 然后把线真给推出来 然后这个结就在这个位置了 但是我们外面有个结还是不太好看的 然后我们就从这个地方给钻进去 然后从那个方向给出来 然后呢 因为我在网友里面看到 就是大家想要有翘翘的屁股就对 然后我们可以从这儿出来 因为我看有些厂家 它是直接 就说直接 直接在这儿 弄一道 弄一道 线 把这里抽紧一点点 然后我的屁股就会翘一点点 然后我们今天也这样子弄一下 然后我们就这个 弄开 那抽紧 抽紧一点点 但其实表面上是 那个线不是特别明显 因为它会有毛毛的盖住 然后抽紧一点点 大概有个屁股的形状就可以了 然后 然后抽紧之后我们再打个结 结之后我们还是从这个地方 钻进去 然后从另外一个方向出来随身通道出来优秀 然后主要是这位是要拉紧 拉紧 它线的实际距离 就会短一点点 对吧 然后我们就把它剪掉 然后这样线就会藏到娃娃身体里面去的 然后这样子你的娃娃就弄好了 复原了吧 然后它的可动性呢就没有昨天我们这个股价 没有这种股价的 肯定是没有它可动性那么强的 但是也是基本的动作它是可以做的 比如说我们来 招一招手 对吧 我们来挤头墙 头墙我们 然后但是 但是有一点 因为它是铁丝 因为它是铜丝 所以你掰 掰这样子扒了之后 你需要小心一点去复原 弯它里面就会 就是歪心又扒了什么的就不太好 弄 然后我们穿上衣服给荫幕们表演一下 好 我们穿上衣服和荫幕们演示一下下 我们招一招手 可以做到的吧 招一招手 举手 我们举手投降 投降了我们 然后把手放下 抬一抬左脚 抬一抬右脚 这个可动性就没有那么高了 那么大 但是 还是可以起飞的 我们还是可以起飞的对吧 也是可以的 来我们做一个 我们下个我们下个腰 我们要记得有认性还是很强的 我们乖乖的做好 乖乖的做好 我们可以乖乖的做好的 乖乖的做好 我们回忆我们说再见 再见我们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拜拜